青岩珠宝的水平也不怎么样 这种假货都能摆在这儿 站住 谁允许你对我的藏品指指点点 你一个贱民 难不成你还懂珠宝啊 张口闭口就是假货 你知道是多少钱吗 这尊天然翡翠玉如意 我花了八百五十万买来的 怪不得我看他色泽温润 精英体透 果然是块好玉啊 陆晓月你连个零头都没见过 你在这装什么大衣吧 我是没见过 按这么明显的造假 机器一照就能拆穿 你该不会是面试没过 想用这种哗咒取丑的手段 重新让公司录用你吧 你有病吧 我刚刚都要走了 是你自己叫住我的 你 你 你成成这样来面试 徐东哥哥 他骂我 他还说我买的玉如意是假的 陆晓月 你又搞什么药蛾子 苏苏的藏品动辄上千万 自有大师鉴定 你那点专业知识 就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吧 注意你的身份 叫小沈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了 要不要我跟池玉说 你不想当总裁 小沈 乖 你别以为你帮上池玉 就眼睛变凤凰了 你侮辱青鸾珠宝的名誉 我分分钟让你吃牢饭 池玉也救不了你 要是我能证明它是假的呢 那我就再陪你一个针子 行了吗 好 这可是你说的 你干什么 八百五十万呢 陆晓月 你疯了 放心 最多值个几万块 摔碎了你也不心疼 对了 你刚刚还说要赔我一个针子 你还想要一个针子 陆晓月 这是你自己找死 双倍赔偿我 否则 我让你把老底作穿 我都说了这是假的 你听不懂人话 你是不是想当老拉呀你 闭嘴 凤家大小姐你也敢骂 现在这玉如意 摔成这样了 谁能看出真假来 谁说看不出来 挖坑填胶 把翡翠从底部挖空再填满胶质 非常普遍的造假手 你身为凤家的继承人 竟然会被这种小伎俩骗到 真的是假的 你胡说 这可是我从凤家世交的长辈手里买的 他是收藏大家 你别以为你随便在网上找了几句词 就可以糊弄我们了 就是 你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你能结果什么好翡翠 还不滚 我说你们赌不起就别跟我赌 赌得起我也不给你 你真当自己是豪门太太是吗 当初我能让你跪下来吃垃圾 现在依然可以 来人 把他给我按住 方苏苏 我自认没招惹过你 也没有跟你抢人 你 你到底有完没完 什么内容 你就是爱了我的眼 你这样狠狠妹 有什么资格进持家 还妄想高我一头 现在就能够你 看你还怎么够你男人 住手